为什么众生不能向善 我们在八范围缩小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从修 不能好好的修行 不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 我自己没做好 我不是一个好样子 责任我要承担 不能够推卸给别人 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自读读他 确实做很好的榜样了 这个众生还不能够感悟 那是他的业障深重 我们还继续不断努力帮助他 就像经上讲的用种种方便 长时间的帮助他 总有一天他明白了 他回头了 那我们的教化的功德 是有结果的 确定不是白费 感应篇在这个里面 讲这些鬼神 见察人间 说了三段 第一段讲天神 第二段讲三世神 三世神是我们佛门讲的世神 神世世神 今天我们看两句造神 造神是建察一个人家的家庭 检查一个家庭 前面讲的天神 三世神 是检查我们个人 这个是检查家庭 你这一家 行善行无 他都清楚了 在中国过去 民间 每一家都供养造神了 年岁大一点的人 这个记忆 应该很深刻 在过去 中国一般家庭 厨房里面都烧灶 第三章 是广告 二 甩